今天带你们去圣米兰州芙蓉城乡 4块8小贩中心 一当隐藏的猪皮咖喱拉萨和酿尿店 这家猪皮咖喱拉萨和酿尿店 除了老马仕途的本地顾客 也有许多外州牧民而来的游客 每一天早上卖到11点左右就卖完了 可见他们的食物非常受欢迎 看看这碗是香味俱全的猪皮咖喱拉萨 除了这香喷喷的猪皮 配料还有虚汉豆角豆腐菠鸡蛋 非常大的一碗 如果不够猴 还可以加料这家手工制作的各种酿料 不要据你啊 the food is Shorthwhich 답 备 physicians ему去izi 没有啦 这个是用令辈村 也就是自己夹的 这个是豆角,羊豆角 这个是羊脚豆 羊脚豆 就是这样,是他的没有的 就是那个 这些羊料全部是自己做的 是啊,自己打的,自己做的 Homemade的 很好吃的,有古早味的 宝贝尝材 就要吃羊啤 就要吃羊啤 是,羊咖啤 它是红酒 它让羊酱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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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汤辣椒的新鲜西汉 9分钟 3分钟 四汤 鸡蛋 这个猪皮拉萨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 自己研究的啦 在这边做啊 这样顾客吃了怎么样 吃了就放回来做 大家好吃 有骨枣味 熟客生客都有啊 熟客生客都有啦 他们 顾客会有给你们什么意见吗 你们看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刚刚开始做有一点点咯 然后改一改就好了 就没有再讲什么了 就看刚开始的时候 顾客会给一些意见啦 这样啊 你们就一顾客下来 顾客都没有讲什么啦 都满意啦 有些不吃猪皮的顾客就点了这里古早味的各种酿料 有些不吃猪皮的顾客就点了这里古早味的各种酿料 在芙蓉城乡的东天空对面就是非常热闹的4块8小贩中心 这里有非常出名的古早味爆饼 非常出名的洪基鸡饭 每天早上和中午顾客都非常多 来吧我们进去看看隐藏的猪皮咖喱拉萨 这里又是另外一番天地 顾客也非常多 这里就是猪皮拉萨的当口